今天的发烧话题来看到 备受全球关注的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主题演讲 今天晚上在台大体育馆举行 而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黄仁勋在现场正在开讲的画面 更没有民众下午2点就到现场去排队了 想要抢第一排摇滚区的位置 而经济部长郭志辉和多位科技大佬也到场聆听 还有数十家外媒进行即时报道 另外AMD董事长继执行长苏兹峰 昨晚也飞抵台湾 为了明天一早Computex的主题演讲做准备 他更套路将与黄仁勋在台湾会面 就算下雨人潮还是满满满 从台大校园内排到辛亥路上的人行 到大排长龙的人潮 都是要听AI教顾黄仁勋的演讲 今天大概两点多到 都想做第一排的板凳 就是当面问他一下 对未来AI的一个发展 应有回答logo的环保杯套 限量一千份现场发送 镜头更直击到新任经济部长郭志辉到场 还有数十家外国媒体在现场进行即时报道 我们公司都有都有跟他们合作 所以关注是一定要的 We love NVIDIA 而后晚间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在台大体育馆的主题演讲 大约可以容纳五千人 而且民众还有机会抽到他本人签名海报和显卡 多位科技巨头巨船都将出席聆听 另外AMD董事长继执行长苏兹锋本人前一天已经飞抵台湾 就是为了三日Computex的主题演讲 还有7号将回台南故乡 与宏基董事长见面讨论AI相关议题 苏兹锋更透露将在台湾与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会面 AI狂潮席卷全球还有外媒报道 辉达目前还在出身段 预估公司市值到2030年将再翻于2.5倍 届时黄仁勋的身价可能从现在的三兆 近身为十兆男 在杨宗彦王秋明台北报道